我想補充一下 在今次的選舉 你看到泛民 只是個個互守 互守著自己的陣地 有76個是自動當選的 那76個的資源是分佈在全港400多個標準 在那個選區那裡去分佈 現在泛民還是拿著一個感覺型的選舉 但是保皇派 中原辦已經是一個立體選舉 基本上他們的貼票是一票不會走 每一個貼票分分鐘會有十多個電話打去 知道你沒有投票 他只要計算過選區 他要增多多少票 或者找多一個下去 多分多少票 他就能夠贏 他是相當厲害 很多傳媒就很流行就說的了 泛民呢 因為只是自動意識形態抗爭 不做地區的事 其實我們每天都是在做地區的事 一樣會死 空國沒有用的 但是麥國鋒的區 空國無緣無故千多票 多了千多票 學者講的東西 不是一定的 以前投票率高 泛民會開心 但是這次投票率高了 全部是收編保皇派 我不是說八九六四 六四的票量已經是 鐘擺放在那邊 保皇派是佔六成 民主派是佔四成而已 光譜已經在變了 再加上特區政府的幫手 大家看到 好像用我的選區為例 在過往上屆我的選舉 上屆是兩個候選人 三個候選人 我們每人都有十個橫額位 這次我們同樣三個候選人 是只有三個橫額位 還有是沒有任何辯論 沒有了這些平台 基本上如果要新入一個區 是更加辛苦 再講一個 譬如民主派你要暴區 把一些新人暴區 你是不敵對方的口傳抹黑 他這次用盡辦法 就這個外傭 他不是透過單張 他是透過收買一兩個地區的人士 派得多去服他 你口傳這樣 外傭他居港 我們就沒有工做了 就透過口傳 再加上我們社民的議會部 教委小老哥 就這樣口傳 你們死了都不知道 他在坊間不斷滲入去做 他那個基本上 再加上票站的所謂調查 就很多都是福建 培喬這些學校 他大把這些學校 左派大把這些學校 那些學生來做 那你更加死 這個對區議會也未必死 但是對立法會選區 就若有死了 所以在這次一役 我們覺得泛民是應該 他開始大會 他檢討和怎樣整合 泛民的內鬥 我覺得是今次補王派大勝的理由 那個分裂 那個追擊 是補王派大勝的理由 那我想問一下 今早做公民黨黨輩 梁家傑也有說過 希望各方面的法民的人馬 都坐下 去談那個問題 問一下會否響應這個呼籲 問題就是要討論策略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們選區就向選民負責 你輸了 選民就叫你不用負責 你不用做了 我剛才說的就是 現在不是說你選到多少席 而是你在香港的社會 越來越不公正不公平的時候 你怎樣帶領香港人去抵抗的問題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 如果你說再說 選舉的議席分配 根本就不用說了 我們不是向那個議席負責 也都不是拿幾個議席 我們 譬如現在你香港的貧富懸殊 這麼厲害 那個逮捕機制又來了 那你怎樣反抗呢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九一衝進去的時候 我也想請教其他泛民的領袖 那你怎樣反抗呢 他明天就拿來了 所以我自己可以很肯定說 如果泛民主派沒有一個抗爭的策略 再談選舉的策略是多餘的 選舉是其次的事情 不是說一面其次的事情 只是其次的事情 那我很簡單 你現在坐在這座的建築物裡面 這個制度性的暴力是天天都實行的 你們做立法會的新聞都知道 禁制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讓這件事繼續發生嗎 是不是 如果在議會裡面不行 當然是在議會外面 如果在議會外面不行 當然是在議會裡面的平台 我之所以擲東西放棄 全部都是為了這件事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不會放棄這個鬥爭的 因為我進來就要做這件事 如果我繼續坐在這裏 跟培爾曼人家扔帳來道章 我哪有資格去見選民 你自己進來做了十年八年 社會還是這樣的 連在立法會那裏反抗都看不到 那做個議員來做什麽呢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有個理由我要再做議員 那大家不用推測的 可能下屆我不選都不定 如果再做議員了 那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一個政治運動 淪落到是說 要在一個腐敗的制度裏面 多拿兩席呢 那即使泛民是成功 其實都是共產黨的成功 因為你在那個鳥籠裏面 轉來轉去 我就一定不會玩這個遊戲的了 就不用指望我玩這個遊戲 是嗎 因為我絕對認同阿祥曼的說法 基本上現在社會整個扭曲了 財富應該集中幾大地產商裡面 我們打工仔還是在職貧共 年輕人的失業或者是前途是灰 很多人說社會 很多人說社民是暴力 最暴力 只是撞口門 扔下雞蛋 但是議會的暴力 是將民意強姦窒息自死 東區赤化 立法會一樣 大家全都在說 長毛扔多兩隻雞蛋 就很暴力 但是我們的民意包括林瑞麟的上莊 大家怎麼看 大家怎麼看 就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議席 就多一個平台 多一些資源 我們繼續抗爭 我們的抗爭就要將 這個社會的扭曲 要撥亂反對 社民的理念 就要為這些弱勢社群去發聲 可能我們曲高和寡 但是我們看到不公義的事情 我們是會繼續發聲 好 我想補充一下 我想說區議會的選舉 我在翠灣選舉 其實不僅是 建制派過很多動力、勢力之外 其實中聯辦 但是我看到就是 昨天就是一車一車的人 全部都有了中共牌子 在地上去站台 加上房屋處是絕對可以進去的 例如我跟他說 借地方去做每一天的宣傳 就是以往做法 就可以一個禮拜 就編成一個禮拜 給她說我哪一天 但是她這次不行 她要我獨日給她獨日批 而對手可以整個月 就給整個月那個名字給房屋處 火柱一次我批給她 而我獨日 就是和洗樓 就是我們一座洗樓 而我洗樓呢 今天下午三點半鐘 我寫的時候收費士 行了 你可以五點鐘可以洗樓 五點七點 就是你叫我們怎樣宣傳呢 簡直就是 沒有可能你今天給我們五點半鐘洗樓 你今天下午三點半鐘給費士 我可以洗樓 去做一些遺憾工作 就是你怎麼可以和她鬥呢 其實整個的 我覺得這個區議會裡面 那個選舉呢 不是連到我們東區 那這個選舉已經是 全個政府的集團 是幫著建制派 去做一些孫然公布 在打著我們 要不然就不會搞到 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對不對 好像講前天說 我們的暴力文化那樣東西 或者口傳之外 是做了指派 但是呢 他第三個 報名之後第三個 就已經在街上 我們寫文年 就是和國 和國 支持外傭 那樣 就是這些是 怎麼做呢 政府 我們投訴政府說 不可以在這裏掛東西 不可以擺東西 政府不理的 他就說好 我派人去看一下 一個禮拜之後 告訴我 沒有啊 古先生 我沒有見到事情發生過 那樣 以前還說 就是我馬上投訴 馬上來就插一些東西了 現在不是的 現在要一個禮拜之後 打回覆給你 我看不到 我那裡的事情 沒有甚麼事發生 就是這些根本 整個… 根本他會… 整個… 是被政府去… 倒個花紙 包著建制派的陣容 他選舉根本就是想打我們 反民派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離譜 我補充 先讓人問問問題 好嗎 我想補充一句 每次都補充 就是那個選舉事務處 認同去設 但是對我們來說 就即時處理 對方呢 我投訴了 我等幾天 ICAC一樣 ICAC呢 派月餅派米 沒問題 但是派月餅 月餅盒面盒 面上高 是成張大相 米上高 成張大相 他說這些選舉前派 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 我覺得政治當然是鐵票啊 或者找裝腳去為自己宣傳的 這個是政治的一部分 我就不太介意的 是不是 他就做了 共產黨這麼有錢 當然是可以做更加 更加多些事情 這個都不是我考慮的 就是我完全都沒有什麼興趣 是說這件事情 我只想說 就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是會 就是繼續 一如以往這樣抗爭的 我們是等著一個很簡單的時機 就是這個腐敗的制度 是會有一天被香港人認識的 就等於在這個1999年 這個民建聯合區議會都贏了很多議席的 大家都記得的了 它是不會survive的 2003年 我們社民連 或者我個人的信念 就是一個腐敗的制度 是有一天會 因為它的制度的腐敗 而引起社會的矛盾 我們在等著一天 我們 我們 在英文中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of this year's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reflects that people disagree with the radical ways of BLC and looking forward Will there be a change within the league itself I think If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a genuine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ng Kong You can say that We have already been defeated I haven't seen that I haven't seen that For me Those defeats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doesn't reflect We are in the end of our political life We are waiting for an opportunity like what happened in 2003 or so and so I need to remind you In 1999 The D.A.B. has scored quire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but it doesn't survive in 2003 We deeply believe a corrupt system will create opportunity for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resistance of Hong Kong people LSD is for that So we will not back down We will keep on working We are waiting for the people's respond to the corrupt system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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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